欢迎收看时事特区 我是林佳慧 从2008年开始 两岸交流快速向前推进 奠定这一切的基础就是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顾名思义 它的起源是在1992年 但随着两岸关系变化 九二共识的具体内容争议 20年来不曾间断 要清楚了解九二共识的来龙去脉 我们从这次台湾大选说起 2012年台湾大选 蓝绿阵营最后关键最绝点 聚焦在一个特殊名词 它是九二共识 我的两岸政策非常清楚 在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之下 推动两岸的和平发展 1992年并没有九二共识这个名词 它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 就没有所谓承认与不承认 接受与不接受的问题 如果只坚持一个原则 其实对两方真的都不好 九二共识之阵 不止在政坛厌烧 台湾经济发展 两岸互动走向 都和九二共识紧紧相扣 连许多长期扮演政治不沾锅的企业家 今年1月14号台湾大选投票日前 纷纷表态 但他们支持的不是候选人 不是政党 而是九二共识 我只知道在九二共识之前 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平和的两岸社会 跟两岸关系 很难想象没有九二共识的封边关系 一百名企业家前所未见的团结行动 台面上是支持九二共识 骨子里要的是两岸关系稳定发展 一个有利于企业经营的环境 如今九二共识终于拥有高认同度 但回首两岸两会创造共识20年来 却是一条峰回路转 变换莫测的颠颇路 九二共识问世前的两岸 远离烽火年代 气氛从对质转趋缓和 1987年7月15号的一项重大政策出炉 宣告两岸关系将有所不同 自76年7月15日明时起解研 四个月后 禁锢着两岸民众接触的枷锁 进一步被打开 我们决定了 赴大陆探亲 每年一次危险 除了有特殊的原因以外 每一次可以停留三个月的时间最多 老兵踏上归乡路 隔绝近40年的情谊 重新接轨 生活层面的问题接踵而来 台湾官方原先设定 不接触 不谈判 不妥协的原则 被迫转弯 曾担任两岸协商代表的 前海集会秘书长邱敬毅 一往事 历历在目 两岸交流平凡以后 它就很多是这个 政见的来往 比方说继承的 遗产的继承 亲戚关系的认定了 等等那些 那两岸不来往吗 我怎么认定你这个文件是真的 所以我们首先要谈的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文书验证的问题 第二个要谈的是我们因为两岸现在不能直接通邮 那么他们有很多包含东西进来 不见了 那怎么办呢 所以这两个事物性的问题 我们希望能够先解决去 为解民所苦 1991年4月 当时的海集会副董事长 兼秘书长陈昌文 率团前往北京访问 和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正式接触 南岸政府从零开市 释放善意 彼此摸索 原以为协商会顺利开展 但种子才萌芽 继续生长的路就被阻断 任何的谈判 任何的事情 都是要基于一个中国原则之下 来讨论 不过没有一个中国的原则 不能讨论下去 91年11月 92年3月 海携海基多次尝试沟通 敲定92年10月28号 两会代表齐聚香港 商谈公正文书使用问题 这次协商外界简称为香港会谈 香港会谈才开始 大陆代表又提出一个中国问题 坚持协商前沿中 必须写明一个中国的原则 双方从28号到30号 一连三天 各自提出不同文字方案 反复折中 没有交集 会谈暂时终止之前 我们没有办法来达成协议 解决问题 我想主要的障碍呢 就是因为大陆方面始终坚持呢 要谈一个中国的政治问题 从1991年 一直到1992年 等于前后有一年半的时间 双方对这个问题呢 相当的僵持 有关于所谓一个中国的原则 这件事情始终没有达成共识 香港会谈的事务性协商目标 卡在一个中国的政治性议题 为寻求突破 台湾代表于10月31号 再提出三个建议 我们要提出三个建议 来解释一个中国 那么这三个建议里头 最后一个建议案 也就是后来所谓的 九二共识的这个内容的 这个案 是当年我跟马云九先生 两个在策划小组里头 所提炒的文字 所以我们提出来 我们各自用口头的方式 来表述一个中国 你表述你的一个中国 我表述我的一个中国 这段文字内容 经媒体报道后 简化为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海协会代表第一时间 没有表示接受或反对 却在11月1号离开香港 终止商谈 正当外界以为会谈就此破局时 一通电话 树光炸现 到了11月3号 对方的海协会的副秘书长 这个孙雅夫啊 就打电话来 告诉我们的陈荣杰秘书长 这个第三案 可以结束 所以呢 在11月13号的时候 海协会正式来一个问题 海协会来含内容为 以口头声明方式各自表述 我会充分尊重 并接受会访的建议 海基会审慎严敏回函 在12月3号 智函海协会表示 南岸事务性质商谈 与政治性议题无关 建议为某问题之解决 因以口头声明方式 各自表述一个中国之意涵 双方对一个中国原则 终于打成共识 打开1993年 汪姑会谈的协商大门 经过一年多的折冲 突入 汪姑会谈为求地位对等 选择在新加坡召开 这是双方搁置争议 不实协商的第一大步 魁为44年 首次两岸官方授权的正式协商 海协会会长汪道涵 和海基会董事长沪政府 因媒体要求 光握手就握了四次 1993年4月29号 汪道涵和沪政府签署四项协议 分别是 两岸公证书使用城镇协议 两岸官方罕见查询与补偿协议 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 以及汪姑会谈共同协议 我们认为这是一次 两岸的历史性的 一个重要的一大步 走向这一步 应该是今后的 我们两岸关系 继续地发展的 这个重要的阶段 拉起来的这座桥梁 是两岸与两会关系 未来的发展中 可以做交流 秩序化的里程碑 正当两岸会谈顺利 气氛融洽 发展看似步上坦途时 1994年春天 一起社会事件 引爆彼此的不幸恋感 两岸关系瞬间结底 春暖花开时节 浙江省千岛部风光明媚 24名台湾观光客搭船游 却没想到这竟是 人生的最后旅程 命丧匪徒之手 不依幸免 家属的心被撕裂 两岸互动也深受影响 网红的发展 实在是出乎我们的医疗之外 因为当年 你记得有千岛部事件 千岛部事件 大陆把它定为 是一个地方上的 一个光光的 所发展的一个命令 但是在台湾来看 死了二十几条人 很大的事情 这个方式的民情民愤 都是这样一个状况 协商气氛奏变 冲击接二联丹 1995年6月 李登辉前往美国 在母校康奈尔大学演讲 大陆官方对此强烈不满 牵制推迟两会协商 1996年 台湾首次大选前 还举行演习 试射飞弹 海天陆战队乘坐气垫船 和冲铺舟 想一直着力舰 射向登陆点 海海危机 让两岸关系陷入低潮 大陆开始对双方在92年 一个中国原则 达成共治的态度 起了维尿变化 虽然1998年10月 汪道涵和孤政府 仍在上海二度会晤 但双方定位为会晤 非会谈 显见两岸气氛 依旧紧张 更让人唏嘘的是 光顾上海二会 进城永绝 天若有情 并有遗憾 他一生最最遗憾的 就是 乌汪汇达 没有得到结果 我告诉他 你放心好了 一定 将来会有人继续下去 乌政府和汪道涵 在事实 想化解两岸焦局 无能为力 破坏关系的插曲不断 特别是2000年 台湾发生政党轮替 政权落在民进党手中 南岸和平相处道路 新的波涛载起 意外的 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定义 被广泛讨论 甚至在曲折起伏中 催生出一个特殊名词 九二共识 欢迎回到时事特区 我是林佳慧 上一段节目 我们看到 两岸从不接触 到重启协商的过程中 一个关键转列点 是九二年两会 对一个中国原则 达成共识 但在2000年 民进党赢得政权后 九二年的这段过程 被赋予很多解读 不仅引起 蓝绿阵营争议 还左右两届 台湾大选的选情 九二共识 问世后的第二个十年 争议不断 他的故事我们继续看下去 两千年三月十八号 台湾大选结果揭晓 民进党获胜 执政超过半世纪的国民党 失去江山 蓝营支持者难以接受 群体激奋 暴动此起 台湾社会得面对 民进党执政的现实 接下来的两岸关系 外界不遍不看好 当时的陆委会主委苏琪 曾公开表达忧心 现在变成跛脚 只有交流 没有协商 所以我们认为 两岸将来 要进一步开展的话 我们一定要 来恢复到两条腿走路 就是又有交流 又有协商 两千年四月 陆委会主委苏琪 离开岗位前 希望为一个中国问题解套 创造出九二共识这个新名字 民进党获胜 陈水扁当选了 2000年四月的时候 那时候政权还没交接 当时的陆委会主委书琪 他就觉得 如果把当时共识的内容 直接讲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可能民进党不会接受 所以他是基于一个善意 不要出现这四个字 于是就把1992年发生的这个共识 把它简称叫做九二共识 以九二共识囊括一个中国 各自表述内涵 苏琪的目的是争取模糊空间 寻找两岸各党的最大公约束 但自此埋下伏笔 一场九二共识的战火 一触即发 陈水扁五月上任 为稳定民心 就只演说上 先释放善意 台下两岸人民 研制于相同的血缘 文化和历史背景 我们相信 双方的领导人 一定有足够的智慧和创意 秉持民主对等的原则 在既有的基础之上 以善意 营造合作的条件 共同来处理未来 一个中国的问题 不久后 陈水扁接见美国亚洲基金会访问团时 在表示 接受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这番话震撼了民进党 当时入委会主委蔡英文 立刻出面否认 形成自己人 推翻自己人的面 两岸从来没有就一个中国的原则 有共识 总统在520的演说中 以提出共同处理未来一个中国的问题 就是希望双方可以先就未来一个中国的问题 加以讨论 最后才由双方决定是否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 陈水扁在两岸政策摇摆 如显他掌权后 一方面想满足外界对两岸关系有所进展的期待 一方面又得安抚民进党内的台独势力 陷入左右为难局面 陈水扁多次坦承 一个中国问题无法回避 但是在做法上 时而否定92年役中各党共识 时而以自创名词 九二精神取代九二共识 甚至曾表示 两岸复谈不是维持两岸稳定的唯一方式 我们过去所建立的一中各表这个基础 九二共识 你说没有九二共识 你把所有的政府的公文 所有这个外电的来往 把它好好的研究一下 政府全面的推翻了这个九二共识 我认为基本上只反映了一件事 就是他没有意愿要谈判 他目前没有意愿要谈判 所以他就把过去之后全部推翻掉 这个是最核心的 我们两个人缺少的是什么 那就是后期 还有一点敌意 这个一定要是下来这台 两岸关系进展 在陈水扁掌权一年多后 始终处在各说各话阶段 最核心 最关键的一个中国问题 民进党无法突破 协商大门就不紧闭 对于这个民进党 因为他到现在 他并没有修改他的态度党纲 所以我们给他 到现在不可能给他打交道 而我也上次说过了 有的时候我们不给他打交道 我这个说法是不够准确的 就是民进党他因为 他不修改态度党纲 不承认九十共识和一个中国 是他自己关闭了 这个两岸 特别是我们给他打交道的大部分 陈水扁执政的第一个四年 在岸官方互不往来 经贸交流也处处受限 许多企业家看到大陆经济起飞 急着蹊径 却不得其门而入 这股压力渐渐在台湾政坛发酵 逼得陈水扁转变态度 释放善意 陈水扁的第二个任期 力拼经济发展 面对大陆庞大市场 在经济层面的选择性开放 是2004年至08年间 民进党被迫写下的两岸进行式 在九二香港会谈的基础之上 政府应该积极规划 推动包括三通在内的 两岸经贸文化往来 现阶段我们可以 海港航线协商模式 立即以对岸就双向 对非不中庭第三地等问题 协商货运包机 及春节包机的营运 为两岸直航开启企机 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他们对两岸的这个政策 我分两方面来讲 在经济方面来说的话 有一些被迫性的开放 不得不开的 例如小三通 在政治的层面来看的话 民进党政府是反复无常的 一下子又说要伸出橄榄枝 一下又邀请大胆的查续 邀请中国领导人到金门外岛的 大胆岛来查续 好像展现了善意 但是另一方面又要主张一边一搏 公投自线等等 所以两岸关系一直是处于一个 紧张的状态 民进党执政八年 两岸的正式交流 屈指可数 和民间交流与日俱增 形成一个强烈对比 当时两岸可以说没有互动 完全没有互动 其实应该这么讲 1996年之后 两岸的这个协商呢 就完全中断了 想恢复中断十多年的 两岸官方协商 最可信的问题是 双方对九二共识的态度 在2008年台湾大选时 这个问题曾多次被提提 更是蓝绿交锋关键所在 两岸呢 都应该同时回到九二共识 以一中各表 也就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作为基础 来进行两岸和平协议的协商 那么用这样的一个协议 来结束两岸的敌对状态 2008年3月22号 国民党的马英九 击败民进党的谢长廷 赢得大选 蓝天重现 马英九当选演说上 预先铺成两岸即将登场的大进展 台湾人民希望两岸和平 不要战争 大家都对不对 对 四天后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和美国总统普世的一通电话 提及九二共识 是开启两岸重新对话的重要奇迹 陈水扁交棒前 人不放弃以台湾领导人身份 和准备接班的马英九 针对九二共识存在与否的争议 展开一场近一个小时的辩论 九二共识 要作为两岸互谈的一个基础 当时我们之所以没办法接受九二共识 这样的一个字眼 因为我们认为真的有一些问题在 那如果现在我们再来看的话 我们认为有三个不确定 那所谓三个不确定 第一呢 就是九二共识 它事实存在 以后是不确定的 第二呢 九二共识它的具体内涵 是什么 即使也是不确定的 第三呢九二共识 如果要作为副谈的基础 它未来的一些发展 跟可能的变化 其实也是不确定的 所谓九二一中各表是媒体的用语 就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事实 就是如果没有九二年这一个共识的话 九三年的国王会谈是不可能举行的 这一点呢 是对方了解到 我们有这样一个共识之后呢 才同意 马英九曾经深参与九二共识决策过程 坚持一中各表的原则 在2008年5月20号 正式上任后 努力推动两岸交流 2008年6月12号 两岸两会在北京重启协商 距离两会第一次正式协商 也就是1993年的汪姑会谈 两岸人民整整判了15年 两会第二次接触 海协会会长陈玉玲 和海经会董事长江炳坤 接下汪姑两老的棒子 两会在新世纪签署的第一批协议 有两项 第一个是海峡两岸包机会谈的纪要 另一个是海峡两岸 关于大陆居民赴台湾旅游协议 五个月后 陈江会的场面已失台北 这也是两岸分支近60年来 第一次两岸官方正式协商 能带台湾决心 作为我个人 我第一次踏上台湾这片可爱的土地 能够如此近距离的接触 那么多可敬的台湾乡亲 我的心情十反激动 我将满怀豪情和热情 尽我的绵薄之力 这一刻 不只是台湾的民众在看 大陆的民众在看 全世界都在看 因为这是历史的一刻 两岸两会领导层级 从93年至今 一共八次会晤 从最初的建立默契和机制 到民生文化各层面 全面性的开展协商交流 启动这一切的最根本基础 就是九二共识 我觉得是两岸能够和平相处 那是很好的事 这个是一个新的起点 这个马英九做得好 要坚持 九二共识自1992年产生 是两岸六十多年来 唯一一次的政治性妥协 意义深远 尽管在2012年台湾大选时 蓝绿阵营再度针对 九二共识议题果线交锋 但选民最后用选票 选择让马英九当选连任 某种程度是选择认同九二共识 并以此维系稳定的两岸关系 我们觉得两岸都应该好好珍惜 现有的一个成果 尽可能的互相的为对方来思考 同时在观念上面 也不要维持过去僵估的一个想法 如今九二共识届满二十年 终于获得证明 回首一路走来的坎坷 也反映出两岸关系历程的曲折 现阶段的安定发展得之不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